过去的生活已经远去 好在照相机捕捉了瞬间 让后人有了穿越的依据 大家好这里是福生新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1903年8月 光绪第33岁万寿之际 魏光涛率当地官员在两江总督府举行午餐会 邀请驻南京的外兵出席 魏皇帝贺寿 宴会后 众人来到续园不系周和影留念 在今日南京总统府博物馆西花园内 尚可见拍照地点的部分遗存 这位算命先生能以周易的方法占卜前途 预测吉凶 拍照时正在为一位叼着烟卷的奇人妇女算命 这三个少年最大的不过18岁 最小的也就12、3岁 之所以在青年韶华入宫做太监 原因就在一个字 穷 直立北部一带的穷人 没有出路的时候 往往把当太监视为谋生 乃至改变命运的捷径 他们这种资历很浅的小太监 每月工资有二两至三两白银 虎口没有问题 1900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跑 让李鸿章出面议和 老李进京后居住在贤梁寺 此寺因此成为重要的历史场所 常有青华列强的代表来访 薪酬条约签订后 李鸿章也在这里寿终正寝 拍照时溥仪六岁 名义上掌控着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实际上尤其父亲在风处里政务 1912年2月12日 溥仪退位 大清灭亡 他还没有真正品尝到 做皇帝的滋味 就下台了 扇齐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 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 扇齐主管晚清明正事务多年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察制度 户口 卫生 市政等方面的建设 卓有成效 在摄影师的指导下 他特意展示自己已经变形的双脚 旁边放着鞋子和裹脚布 女性年仅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裹脚 在成长的过程中 双脚骨骼逐渐变形 除了大拇指外的其他四根脚趾 全都向脚心卷曲 清朝福建 浙江 江西等省份存在逆阴恶俗 官府多次严令禁止 但又屡禁不止 清朝中后期 或许是不忍见亲生骨肉在水中挣扎啼哭 一些地方民众在乡野修建小塔 将新生女婴放置其内 任其自生自灭 而且通过此举 还可求得心灵慰藉 于是人们群起效仿 因而塔树木日渐增多 成为一道荒野奇观 照片中的美女衣着考究 梳妆精致 显然来自富贵之家 她右手拿毛笔 左手扶纸 端坐于书桌前 展现出知书达理的形象 两个目测只有七八岁的孩子 正在推磨磨面 他们的穿着和周围的环境 暗示着贫穷的家境 以前穷人家的孩子没机会上学 身上有点力气 就要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毕竟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